哈喽,大家好,我是三爷,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玩这个 Ice鬼冰淇淋游戏 那么今天我们来通关一下困难难度 而且我们来实验一下卡这游戏的bug 还有用机车转冰淇淋 最后就是它这里有三次机会 如果三次机会都被抓到的话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我们来一一示范一下 这里都要三个模式,鬼正常 正常是罗得以正常的速度行走 困难难度罗得加快速度 那么我们开始这游戏吧 不过这个移除广告好像顶不厉害 我们又来到这个熟悉且临近的房间 对,我们可以首先找一下抽屉的绳子吧 你看,绳子 这次都我把游戏设置成中文啊 之前都啊,因为我大概知道游戏的意思 所以说就没有设置中文啊 这次就方便多了 我们打开窗啊 来 罗得 还有那个小胖子 这个冰淇淋的话叫罗得啊 他又要被困起来了 旁边嘴 好的 他发现我了吗 来,邻居小胖子又被抓起来了 还是一样 通过绳子爬下去 好的,我们下来了 这里多啊 我好奇它是在 罗得是在 车上面还是在后备箱里看 他在后备箱 如果被他抓到会怎样呢 来,来,来,蹲下来 来 静悄悄的往前走 被他抓到会怎样呢 哎哟 小屁股 性感的小屁股 没看到我 没看到我吗 所以说如果一开始没有坐车被抓到的话 只会回到房间里面啊 来,我们下去吧 哦,等下 他有原来的走路变成跑步了 不过这个速度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可以躲在狗洞里面 他的笔记本我们得 诶 诶 诶 等下他的笔记本我没拿 奇怪了 他的那个地图我没拿的情况下是不会再出现吗 我直接给他抓三次吧 看会怎样 好,我直接给他抓三次 然后这个盼者邻居会被怎样处置呢 来,来,来 哈哈哈哈 好吧,这里我已经被抓了三次了 可能没再给他抓到一次吧 再不行了,我就重置了 诶,你看 车门是可以卡他的 啊 我们只能从这里 因为我们找不到地图 我们先把这个地图给拿了 好的 然后 我们去 车上面 耶 他在后面就看不到我们了 OK 还是跟之前一样 先去 这次我们去自助餐厅 对 来了来了 下车 下车 好的 还是一样走这门 我们去看一下那个衣服 这里的话应该可以引诱他过来 滚 我的手机暗门啊 你被发现了 可怕被关起来了 被抓了一次 我手机暗门了 可怕 好的 这里的东西摆设是一样的 绝缘 橡胶 好 OK 既然这样多 我们先把那个油桶也拿了 油桶拿了 然后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 去公园吧 我们去操场 好的操场 然后呢 我们走下水道 对 我们先去 对 先去取油 然后拿钥匙 取油再说 然后找一下 衣服刚好在这里 OK 先把这个油丢到车里面 然后把这个钥匙一起带回去 然后把这个钥匙一起带回去 诶 怎么会在这里的呢 我刚刚把道具丢到车里面 他不是应该往车里面走吗 刚好在那个隧道出来的地方 再被他抓住的话 我的邻居小胖子就有危险了 听到什么声音他都会过来 现在我们回到了这个公园 好奇怪 等一下我要是从隧道出来 又遇到他 那我就GG了 还好不在 哦 妈呀 啊 被抓到了 什么意思啊 我已经被抓到三次了 难道还要抓第四次 我的盼子朋友才会出问题 这次是撬棍耶 哦 哦 他每一次都不一样 这次的话就把窗给封死 有三次机会 这应该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这次我就不走下水道了 对 我走大院 啊 这个人困难模式的话 这个人会一直在这边的 奇怪的人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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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他面前 躲柜子 就会被他抓起来呢 哦 我的小胖子朋友 被带到这个地方来 幸福的秘密的每个人都能达到的 被他带到一个秘密的住所来了 这是他的工法吗 这是他的老教 这就是最坏的结局啊 诶 哦 然后我的盼子邻居 会被整个人动起来 哇 不是吧 这困难模式怎么会这样的 这困难模式有点 跟普通模式差太多了 困难模式 它居然会出现在你门口 那你被抓到之后 开门 你还是得躲起来 不然的话又会被抓到 这么坑的怎么差距这么大 我先试一下通瓜吧 然后再找机会 测试一下那个 用车转这个冰淇淋 先拿到钥匙 然后我们去 找一下罐子 我居然找不到那个钻游的 不知道去哪里 哎 这个人真的是 先回去先 他又发现我了 哇 这困难难度真的不是闹着玩的 诶 什么鬼 他都没追过来 怎么变成这个音乐 有毒吧 这个模式 嗯 对 先去 蜘蛛餐厅 然后我们在蜘蛛餐厅 这里找一下 看有没有找到那个空瓶子 不对啊 一个场景应该只有一个道具左右的 那空瓶子 居然不在那个废丢场 也没有在这种地方啊 我觉得也不可能在这种地方啊 YES 一把 出来先 没看到我吗 我从这边过去吧 不对吧 这是厕所 哇 我从他侧边走过去 哎 走走走走走 你蛮不在爬穿吗你 吓我一下真的是 我还以为你会爬穿 噢 打打打 嗯 下一个火焰监市 宝费 爬穿啊 爬穿啊 爬穿过来啊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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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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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了太难了 哎哎你看这冰淇淋他还会睡觉的 他居然在这里睡觉 我的天呐他以为他还会睡觉的 我还以为他这个人就只会一直追人 哎油罐居然在这边 哇不是吧油罐怎么会在这种地方的呢 还飘在空中的难道就是这个困难模式才会这样吗 先拿着油罐 然后我们要先给他加油 先挽去不要被他看到 加满吸烟 然后我们设一下这个用这个机动车9号去撞那个人 哦哦哦在隔壁吗 是不是在隔壁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好圣人呐 好的OK OK 能看到他的话就撞他一下 看不到就算 我们先设一下通光 走走走走 他不是在哪里 真的是困难模式下我想做一下测试 抓一下他都不行 等一下他突然标出来 那我就前功进去了 去二楼 好的就这边 就这里 对救他的 救这个人的 我们回去拿那个夹子 再去 自住餐厅 现在有员工的卡片可以走正门 夹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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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公文包啊 罗德的日记 我终于到了机械终于到了 大家都可以暂停看一下大概是什么意思 钥匙 钥匙 梯匹子 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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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上来啦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先去救我们的好朋友小胖子 看到我了 他追我的情况下我应该是不能坐车的 这个手机好难操控啊 可恶可恶不要再追了 不要再追了 不要再追了 好的 邻居家 yes 我现在 等同于通关了困难难度 看一下这个盘子 会给我什么不一样的 奖励啊 普通难度的话是给了我一个 炸之锡 罗德的物品 这是我觉得应该也是一样的东西啦 啊 谢谢你救了我 来 这个炸之锡 跟普通难度一样的炸之锡 送给你吧 我的天啊 你已经完成了任务 你有什么感想呢 欢迎你的反馈 来 我们先加满油 然后吸引他过来 哎 他来了 来了来了 撞他 哎 哎 不对啊 正面是可以的 正面明明是可以撞他的 难道是要撞面 来我就不信了 这是一样 撞他 正面不行 我们试一下背面 来 出来 给我出来 坐坐坐坐 绕一圈上去看能不能看到他背面 哦 哦 那我那我那不行 哈哈哈哈 来 再来多一次 我这次 算不报你 我就跟你信 信罗 这次我从背面来 我就不信 你还能抓到我 去死吧你 你打了罗德 他将昏迷一分钟 我让你抓我 我让你整我 蛤 蛤 蛤 这就是你抓我 打我的下场 你这个冰淇淋 蛤 下次还敢不敢啊 被我打晕之后还这么开心啊 我们来看一下你看 之前我通关了一个普通难度 你看 获得了一个 罗德的物品 你已经拥有的罗德的物品 让你3-1 尽情期待更多东西 我们有他的东西 都要其实可以 试一下卡一个bug 我试一下卡 看能不能卡 卡墙体 来我们试一下把自己卡出去啊 看到没有 我往前走的话 他那条缝还是很明显的你看 但是我就是下不去 诶 可以了 哦 诶我下来了 诶我这会卡bug 卡成功了 然后呢 去找那个罗德 哦 他来了 yes 漂亮 好的 我们再打开窗 应该能看到两个罗德了吧 应该是个 你看 看到没有 两个冰淇淋 罗德 双倍快乐 呵呵 看到没有 双倍快乐 开不开心 啊 诶 诶 这要是我下去会怎样呢 这里已经有个罗德对吧 那如果我下去都会怎样呢 来我下去啊 这里本身已经有一个罗德的话 这个罗德是第一个罗德 那我下去 是会变成两个罗德一起追我吗 看一下会不会出现第二个罗德啊 好像没有第二个罗德哦 没有 虽然说我卡了两个罗德 但是另外一个是不会出现的 好的 我觉得这个人多是不会上车的 我还以为他不会上车 好吧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困难模式 包括一些小实验啊 就到这里啊 最主要还是这个 撞飞他的小实验 卡巴格出双罗德 还有就是被抓了四次之后 小胖子会怎样的一个剧情啊 另外还发现原来这个罗德 他也会去五岁的啊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 就到这里啊 拜拜